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借钱借怕了 钱借了 朋友没了 还伤了感情 现在成了借钱的是爷爷 要债的倒成了孙子 这样的现实让我们感到太无奈 从古至今 只要我们活着就一定能遇到被可以借钱或者去借钱的经历 比如三叔四舅 七大姑八大姨 亲戚朋友向你借过钱 当亲朋好友开口向你借钱的时候 你的内心一定会非常的纠结 借吧 担心借出去的钱怕到时候要不回来 如果不借吧 又怕伤了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 最令人头疼的就是借钱的时候 借钱的人说的那是信誓旦旦 天花乱坠 把你说到最后没有办法 只好把钱借给他 但等到还钱的时候 有的人如期而至 有的人让你等了个寂寞 有个网友曾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 下面是他的字述 前几年 有一个很多年没有联系的老朋友 突然找到我 说家里出现了点情况 需要救急 跟我借五千块钱 当时我是有点犹豫的 因为在上班的时候 我们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的好 在我犹豫的时候 他主动提起了在上班时间的点点滴滴 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后来不好意思 我就把钱借给了他 借钱的时候 他一再地向我保证 说下个月一定把钱还给我 最多不超过两个月 就这样 我给他转了五千块 可是在还钱的时候 他就开始百般地耍赖了 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来说他的各种困难 目的就是不还钱 遇到这种事 我也是无语了 只能自认倒霉了 到现在 已经四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钱也没要回来 而我们的关系 又回到了以前 互不联系的时候了 聊到这里 我想给大家说的 是关于借钱的这个事情 大家都应该学会拒绝 我是看了很多借钱的例子 才总结出来 如果别人向你借钱的时候 你不想借给别人 又不想伤到对方的面子 你就可以用以下三种方法 既不得罪人 也不会闹得不欢而散 第一点就是 钱并不在自己这儿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或者朋友 想要从你这里借钱 你这样跟他说 你就说 现在自己的工资卡 都交给老婆管了 目前我们家有大笔的开销 都需要经过双方同意之后 才可以的 这么说 一般人都没有下文了 都不会再找你借钱了 不过 凡事没有绝对的 咱们还得看是什么人 需要借钱 第二点 钱以外借 万一别人开口找你借钱 你又根本不想把钱借给他 你可以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你最近要用钱 前几天 我把钱借给了大舅哥 或者说借给了同学 你早说你要用钱 我就不借给他了 第三点 就是家里没钱 不论亲戚朋友 打电话找你借钱 你都告诉他 自己刚刚还完了房贷 或者告诉他 你还了车贷 又或者告诉他 你刚交了保险 也可以顺便和他说 老婆又新买了什么贵重的首饰 又或者 家里添了什么非常贵重的电器 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 切记 在对方说的时候 要表达得非常想帮助对方 但手上真的没有多余的钱 能借给对方 对方听你这么说了 也就不好意思再找你借钱了 高僧也曾开示 任何人向你借钱 你只说三句话 他立马不借了 还不会生你气 一 询问原因 当别人向你借钱的时候 你需要问他其中的原因 归根溯源 将话题给扯远了 可以适当地询问 是否遇到什么麻烦了 切记一点就是 不要直接地拒绝 这样下来 既表达了自己的关心 又将话题给扯远了 先问原因 相当于把重点都放在对方身上 他借钱 有义务给你一个合理的原因 一方面显得你重情重义 这不是钱的事 另一方面 偷偷地把主动权拿回来 这确实非常重要 其一 杜绝对方换个理由继续找你借 其二 为之后要说的话做铺垫 顺利地达到拒绝 但不伤和气的目的 凡事优雅拒绝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暗示最近的一段时间 你都没有闲钱可以借 二 拒绝的话无奈地说 平日里经常往来的朋友 或者部门的同事 都是知根知底的人 这些人来找你借钱 拒绝的话一定要说得委婉 我们就可以采用装穷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跟他说 我们最近也很缺钱 房租都交不上了 自己是真的没有多余的钱借给你 一定要表达出 我很想帮你 但是我能力不够 真的是爱莫能助 不然以后就落下小气 不够意气的名声了 三 先不要着急拒绝对方 可以说帮着想办法 别人向你借钱的时候 先不要拒绝 可以对对方说 我现在手上没钱 可以帮你想想办法看看 等过一两天后再回复对方 说你在朋友那儿借了一点钱 不过这个钱还没凑够 差得有点多 这样对方听了之后也会很感动 最后他不一定会要这个钱了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 又不想借钱给对方的话 一定要遵守一个原则 那就是借少不借多 这样即使要不回来 也能将损失降到最低了 亲兄弟明散账 如果真借钱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了写借条 总而言之 我们要委婉地说清楚 自己目前的处境 俗话说 江湖救急不救穷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值得帮助的人 我们必须要去帮助 但是要量力而为 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虽然说乐于助人是好事 但是也要量力而行 大家的钱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都是自己辛辛苦苦 一分一块攒起来的 别人有难 伸出援手是可以的 但是借钱并不是你的义务 该还时就得还 很多时候 真不是我们不愿意借钱给别人 而是怕借出去后的钱 一点回应都没有 如果大家都能有借有还 自然也能再借不难 我们不是吝啬 在这个支付宝都能借钱的年代 还需要向亲友借钱的人 要么是借钱金额远远大于还款能力 要么就是舍不得给利息 无论是哪种 你都要衡量一下你们的关系 谈钱伤感情 如果不会谈钱还伤感情 优雅拒绝 大声说不 凡事有代价 凡事皆要付出成本 代价没有例外 有钱因必有后果 凡事互为因果 现在的结果 全是过去种下的因所导致的 量变引起质变 大概率量变引起质变 能量守恒自然均衡 要知道 凡事都是有原因的 凡事也都不是 别人向你借钱 聪明人都会这么说 既不尴尬又能自保 一起来听 关于借钱与还钱这个话题 大家永远有 盗不尽的苦水 说不尽的难处 自己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 别人来借钱 不借伤害感情 借了 对方不还 更伤害感情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 非常伤感情的借钱经历 朋友找我借了一万块 我微信转给了他 年底收到他还的 9999元 想着少一块就少一块吧 不计较了 没想到他的电话 马上就来了 钱收到了吧 本来按银行利息 还要多还你八块钱 但我微信提现扣了十块 这样一抵消 我应该还你9998元 不到9999元 想着大过年的 长长久久 数字极力 我就多贴了几毛 给你打了9999元 听他说话的语气 我感觉要是不发个 红包感谢下 都显得我不够意思 想当初 他急用钱的时候 我丝毫没犹豫 就给他转了过去 结果现在 一万元 变9999元 感觉 我还欠他一个人情似的 让我非常无语 对于这种人 以后还是不要借钱为好 事实上 关于拒绝借钱 这个事 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难 基本都是难为情 不好意思拒绝 这样一来 就容易让人 把你当软柿子捏 借你钱 还反过来伤害你 那接下来 我给大家分享三招 牢记这三招 不管谁向你借钱 你都能用上 既不尴尬 又能保住自己的钱包 一 欲勤故纵 转移矛盾焦点 当你不想借钱 给某人的时候 可以直接这么回复 就说自己家里的经济大权 是由老婆掌管的 能不能借钱 要经过老婆的同意 这样欲勤故纵 将主要矛盾 转移给老婆 毕竟对方是你认识的人 他也不可能真的去找你老婆 并且你这么一说 对方大概也有点清楚了 你手上也没多少钱 需要声明的是 把这个推给老婆 没什么丢脸的 男人赚钱 女人在家管钱 这是很正常的 也能在拒绝别人借钱的时候 既不尴尬 又能保住自己的钱包 二 先扬后翼 突出自身难处 这个方法可能有很多人用过了 先扬后翼 就先表达自己 愿意借钱的想法 再充分地突出自己的难处 越具体越好 这样对方也不好意思找你借了 例如当对方找你借钱时 你可以先听对方把话说完 然后表示 兄弟 我理解你的难处 我要是有条件的话 二话不说就给你转过去了 可是我现在又是房贷 又是小孩子读书交学费 家里老人身体又出了问题 在单位也干得不顺 估计马上要走人了 现在一筹莫展呀 最后可以说 我回头想想办法 想办法看能不能凑一点给你 这样一来既表达自己的诚意 又突出了自己的难处 不会尴尬 也保住了钱包 第三个招式就是反客为主 反转剧情 当对方找你借钱时 你又不想借 你可以直接说 我最近也在干某某事 都火伤眉毛了 我正准备去你那边看看 看你能不能借点钱 帮我周转一下 没想到你先开口了 然后跟对方一起诉诉苦 说说生活的不如意 吐槽一下自己遇到的麻烦等等 这样一来 对方心里也就明白了 顺利化解了一下借钱危机 以上就是拒绝他人借钱时的 三个小妙招 牢记这三招 关键时候一定能用上 既不尴尬又能保全自己 当然有些网友会问 如果我已经把钱借出去了 对方一直拖着不还 怎么要回来呀 间接一点的方法就是 反过来向对方借钱 对方欠你多少 你就稍微借多一点 例如欠你一千 你就借一千二 如果对方是因为 忘记欠你的钱 当你找他借钱的时候 他一定会想起来 自然就还给你了 而又不会显得尴尬 如果对方就不想还你钱 那你借到他的钱以后 直接从借的钱里 扣除他欠你的 再将剩余的还给他 直接一点的方法就是 当着众人的面向他要钱 一般你确定对方不想还钱了 那就可以用方式 那这个时候 就不用顾及太多面子 当着大家的面 要么是同事 要么是朋友 向他要钱 还可以说 如果还了钱 就请大家喝水 吃饭等等之类的话 让大家起哄 帮你要钱 给欠钱者压力 他觉得不好意思了 自然就还钱了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其实借钱不是什么丑事 谁都会有难的时候 但是借了钱 就一定要在约定的时间内还上 大多数人的钱 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 能借给你说明充分信任你 而你一定要懂得感恩 且行且珍惜 对于那些有借无还的人 你就可以用以上的三招 拒绝他再次借钱 并用直接方式 或者间接方式 向他要回欠款 如果真的必须要借钱给别人 还请你牢记 四借四不借 吃透的都可以避免吃亏 少上当 一 大钱不借 小钱可借 自己的钱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 特别不好 所以 如果有人找你借钱 借小不借大 必要时 一定要还价 比如他找你借一万 你就打个百分之二十的折扣 能不能借两千 告诉对方 自己手头实在没有钱了 如果对方短时间还不了 你就当存了两千块钱在他那里 如果确定他还的几率 微乎其微 你就当花了两千块买了教训 下次他再找你借钱 你就对他说 上次我借你的那两千块钱 还没有还呢 二 晚上不借 白天可借 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 我们在面对借钱事 一定要保持清醒 白天我们注意力集中 精力旺盛 对是非对错 有很强的分辨能力 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找你借钱 我们甚至可以反套路他 但是到了晚上 我们就不一样了 特别容易情绪化 就跟我一样 鬼使神差的就把钱打到对方账户了 反而心里遭罪 等醒悟过来 心中一律万千 就怕他不还钱 拿这件已经做过了的事情 来折磨自己 白天借 大家各自清醒 无论是谁 小钱 大家记心里 或者打个借条 各自安好 也不会闹掰 三 红是不借 白是可借 这里说个题外话 还有几个需要借钱的场景 可借 可不借 虽然跟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无关 但是我必须拿出来讲一讲 红是不借 白是可借 红是肯定是已经有人预备好了 已经订好了黄到吉日 如果这个时候要办喜事的人 要跟你借钱 我们一定不要搭理了 一个人连娶老婆的钱都没有 你凭什么认为他会给你还钱呢 借了也是祸害对方 大家都是挣钱结婚 哪里有借钱结婚这个说法 白事就不一样了 白事来得突然 谁会特地为此而准备呢 所以如果有人不幸遭遇白事 该帮一把一定要帮 谁家没有难过的时候 你帮了别人 相当于为自己集了福 自己也会好 这个时候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意思是有人家里小孩到了上学的年龄 他们家一次性又拿不出那么多钱 比如说刚刚家里装修盖了房子 这个时候你借点钱给人家小孩 邻居之间不怕不还 就当是帮扶教育了 但是如果是大人上学 比如现在有很多网课 有些人就想继续提升 如果他找你借钱 你大可不必为他操心 一个成年人有双手 有养活自己的能力 不要减 他干半个月兼职就有钱了 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钱 为他的成长买单 最后要记住 借钱一定不要冲动 他 这样的人情令人不可思议 现实告诉你 人与人交往 很多时候都会碍于面子 能够抓住这个特点 去处理人情的人 都是社交的高手 对于借钱 你也许很反感 要是遇到借钱不还的人 就更可恶了 如何礼貌地拒绝借钱 不能张口就来 要巧用托词 给对方留一点情面 一 主动抱怨收入 让对方不好开口 如果你是一个低收入的人 那么被借钱的可能性就小了 有一次 小张的同学在电话里 向小张借钱 小张说 实不相瞒 我们单位连续三个月降薪 有半年都没有发奖金了 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我正在想办法 很快 同学就放下了电话 表示理解 哪怕你以前是高收入人群 但是你现在的收入降低了 这就是不借钱的托词 要是你的收入都无法维持家庭的运转了 哪怕家里有存款也不能外借 而是保全自己的家庭 撑过当下的几年 二 开口向对方借钱 体现出人生无奈 你向我借钱 我能够理解 也知道你的困难 但是我也正找人借钱 房贷的问题发愁啊 画的方向转动一下 你也变成了一个要借钱的人 当对方知道你要借钱之后 不仅不会愤怒 反而会觉得同病相怜 甚至你可以和他一起抱怨 借钱有多难 人情有多博良 谈一谈自己在借钱时 遇到的眼神和脸色 很容易引起共鸣 无形之中 你就拒绝了借钱的要求 你还可以给自己留条后路 表示对方致富了 千万不要忘了帮助自己 就像古人说的 苟富贵 莫相忘 毕竟以后大家还得打交道 不能动不动就断交 三 表示借的钱没收回 暗示借钱尴尬 每个人都会加入好几个圈子 并且圈子和圈子 不一定有交集 你的亲戚朋友 也只是了解你的一方面 不会全面了解你 因此 拒绝借钱时 你可以说 借钱给某个人了 都几年了 还没有收回之类的话 你确实有存款 但是已经借出去了 你正在因为收回钱的事情烦恼 一番话就是在暗示对方 不要说借钱了 你已经深受其害了 这样的话 对于一些人品不太好的人来说 是最有力量的 对方会顺着话题反思自己 为啥到处碰壁 是不是曾经做了借钱不还的蠢事 想明白了 人就会开始责怪自己 理解被拒绝的结果 四 钱不归自己管 家庭管家另有其人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哎 请客都没有钱了 被老婆拿捏得死死的 一个大男人 别说借钱给谁 连请客吃饭都不能自己说了算 如果你遇到他 马上会小看一眼 也就是这样的心理 让他躲过了所有 亲戚朋友的借钱套路 家里有一个很抠门 很强悍的妻子 是男人的福气 他在帮忙唱黑脸 同样 妻子遇到借钱的人 可以让丈夫当黑脸 或者让家里的其他人 充当这一角色 外人看到你的家庭很幸福 但是家庭的管理模式是不太清楚的 外人对你很熟悉 不一定对你的爱人很熟悉 因此 自己不管钱 对方也无法进一步谈借钱了 五 谈自己投资的困境 表示爱莫能助 如果你是大老板 常常被亲戚朋友当成可以依靠的人 谁家有困难 第一个会想到你 大老板不借钱给别人 显然是很小气的做法 如果非常野蛮地说一句 有钱也不借给你 估计把亲戚朋友的关系都弄丢了 最好的做法 就是谈自己的投资困难 自己有千万家财 但是投资了一个两千万的项目 想一想都发愁 其背后的压力 不是普通人可以承担的 一个人处于困境之中 真想遇到好心人拉一把 这样的诉求 常常冒出来 就是一种闷声发财的征兆 六 岔开话题 让借钱的人适当受冷 前一段时间 小陈大舅舅的女儿 要借钱建房子 作为亲戚本应该借钱 但是她在城里有两套房子了 还要回农村建房 显然是不太理智的 并且她的生活水平 已经超越一大批亲戚了 想一想 你家一套房子都买不起 却要借钱给一个能买两套房的人 是不是心有不甘呢 表姐提着礼物来小陈家吃饭 说了借钱的理由 谁都没有直接回复 到底是借钱还是不借钱 到了吃饭时间 小陈的母亲说了一句 别谈了 吃饭吧 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 不回复本就是最好的回复 不让人坐冷板凳 但是也不热情地回应对方的诉求 被诉求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7. 真碰到借钱 如何判断该不该借 1. 问自己的内心 人的内心都有一杆秤 这杆秤称量的是你们的关系疏远 你们的信任程度 每个人都有善心善念 对于自己真心愿意付出的人 不等他开口 我们都会主动提供帮助 这在生活中也很常见 这是基于亲友之间多年的熟悉与信赖 所以跟从内心最重要 但凡你犹豫不想借 那就基于理智判断吧 2. 判断借钱的缘由 缘由很重要 重要的原因是 1. 判断他是否急需 2. 判断他是否为满足自己 而轻易占用朋友的资源 比如买车 投资 进货之类的借款 还是让他自己找银行吧 3. 你们的关系程度 在这个社会中 我们身边亲人与朋友 总是有关系远近的区别 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就类似于金字塔 你可以衡量自己处于 甚至提前为你投资 然后一张口借钱数额还不低 口气也不小 还摆出一副 我还得起 我只是出于某种原因 急用一下 立马还给你 遇到这种人一定要当心 这是借钱惯犯 除此之外 更重要的是 学会防患于未然 平时给朋友树立一个 不轻易借钱 也不轻易借出钱的印象 借钱拼的是信任 还钱拼的是人品 信任一个人不容易 遇到人品优秀的人也不容易 人归根结底是靠自己的 谁都是劳动者 钱是一分一厘赚来的 使劲省下来的 轻而易举把钱给了别人 就是亏待了自己 如果你要借钱 就要树立好的人品 建立信任的情感 如果你要拒绝借钱 就要找到托词 给双方退路 不要和谁都开口谈钱 要因人而异